我之所以放不下韋哲的那個狀況是 之前那個LSC不是冠亞去那個高雄嗎 旁邊是停車場 贏了嘛然後之後他們現在門口等我嘛 啊我要去開車嘛停車場嘛對不對 然後你們知道韋哲的爸媽有來嗎 然後韋哲他爸就走過來 就反正就走過來然後跟我講話就說什麼 就跟就什麼韋哲我們家韋哲啊怎樣的 不太會溝通啊講話然後很內向啊什麼的 我就說不會啊他很好跟我們處得很好啊 然後他說你覺得韋哲能打直接嗎 我說一定能啊他很棒啊 韋哲最後也去打職業了證明他自己給他爸媽看啦 韋哲他爸都跟我說的很多說 我跟你講我講的都是實話 我阿室有騙人我 當場死 反正跟我講的很多反正就是就說什麼要拜託我之類的 就把就說韋哲拜託我了 而且韋哲他爸爸媽很疼他 他們他們家住雲林嘛對不對 然後之前打亞洲杯 他們也有來接韋哲 從雲林撅到台北再撅回雲林 四五個小時的車程 你們就知道 憂念一下情緒 喵 反正就是韋哲他爸媽是希望他打職業的 然後韋哲為了我們他把那個職業的東西都推掉了 然後來跟我們打亞洲杯 就為了就為了媽的可笑的兄弟囉 我會覺得幹 我真的 真的照我一開始說的 ㄍ走的話 我會覺得 喔幹 很對不起韋哲 也很對不起他爸 那我一定會下地獄 我真的會下地獄那種 我沒有跟別人說過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芝麻小事而已 我只是跟你們 機會分享 好啦 講也講完了 美了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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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